Black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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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女子天团Blackpink 世界巡迴演唱会 近日到了美国纽泽西州 不料却一波三折 除了夏季大雨 Jenny冒雨歌舞 凌晨落塘鸡 Jenny Jenny Oh my God 仔细瞧 Jenny在升降舞台上 靠着栏杆 想和粉丝互动 没想到瞬间 栏杆竟然松动 倾斜完全不牢靠 差点刷下的Jenny 吓得弹开 模样惊魂未定 粉丝直击 着急po文 要Jenny小心 直呼太恐怖 更气得怪罪经纪公司 怎么不修好设备 真的十分危险 无毒游泳 另一个大事女团 Espa 近期也赴日本东京 巨蛋开唱 掀起旋风 但期间也使用不少 升降机的画面 同样令人 捏拔冷汗 孤生站在好几层楼的高塔 却只能手抓着栏杆自保 粉丝边看边担心 万一偶像掉下来 该怎么办 纷纷喊话改善 别等到意外发生 酿成大祸 南韩人气女团 Blackpink 世界巡演如火如荼展开 十一号在澳洲墨尔本开唱 Jenny唱到一半 突然身体不适 立即下台 当时Jenny跳到一半 突然扶着头 表情不适 走下台后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 被搀扶到后台 由三位成员继续完成演出 演唱会尾声 成员Rossé也向粉丝 透露 Jenny状况 她还不错 所以别担心 她很害怕 但她很害怕 她今天还没感到 她还没感到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 也会明白 所属经纪公司YG娛乐 后来也发出声明表示 透露Jenny虽然强烈 希望能完成表演 但经过现场医疗团队判断 她需要充分休息静养 才会请她立即下台 Jenny本人也透过公司 向粉丝表达歉意 但成员缺席演唱会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 六月初日本大阪站 成员激素也因为确诊新冠 缺席演唱会 三位成员一次排开 大跳激素solo开花舞 当时另外三名成员 在演唱会激素演唱桥段 特别留下她的位子 Flapping世界巡远 行程马不停蹄 成员却因为健康状况 频频缺席 也让粉丝忧心 希望公司能抽出时间 让偶像好